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 这是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一定要保障 那包括在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 大家想想香港人民的自己的权利 它完全仰仗着香港司法制度本身的独立性 一旦司法不独立的时候 它立刻成为在这个体制之下拥有权利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成为了以国家名义去镇压所有异议人士的 所有普通人的正常的呼声 正常的一些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那在这点上呢 在今天大陆呢走到最极致 除了那些所谓的 甭管是检察院 法院 公安 国安 这些与司法直接相关的机构之外 所有的机构却听命一个人 政法委书记 大家想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是在除了军队之外最强有力的镇压武器 而是冠冕堂皇的 它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 而这个政法委书记本身呢 却是一个具体的人 这2012年围绕着所有大的变化 其实都会集中在这一点上 所有的事情都在政法委书记这一点上 我们会找到与他相关联的概念 摔死薄熙来 大家放假 温家宝打球 李瑞环看球 然后大家一上班就出现一个概念 政法委或者说劳教制度进行改革 大家就可以锚头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清晰 是不是真的他没有任何退路的 要回到了原来应该走的路上 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世界各大媒体都以头版头条的方式 中国问题的头版头条的方式报道 德国之声呢写的最全面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国劳教制度有望改革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 叫做江伟 跟记者说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 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 有关部门正在听取意见 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这是星期二 10月9号 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当中 直接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直接这么描述的 记得我跟大家解释过 如果把现在的场面对比当初的四人帮刚刚被打倒的场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意识着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莫大的不可预测性 这种衰落性唯一能够有办法的就是缓解社会矛盾 缓解社会矛盾减轻人们在精神层面 社会层面 人文层面的压力 给人民一个在精神层面相对宽松的氛围 我经常跟大家说叫三年伤痕文学期间 那现在看他从劳教制度入手 那是不是有这种方向呢 起码确实是星期二一上班 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那文章写的很长 他引述了很多内容 其中他引述了8月13号 纽约时报中文版曾经发表了一个评论员 叫做王强的文章 叫做法外之法 当时提到劳教制度是起源于前苏联的 上个世纪50年代 中共在发动肃反运动当中 逐步引进和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 那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 这是非常邪恶的独裁体制制度之下 在法律之外 正常法律之外的这么一个迫害人的制度 这些人他没有犯罪 他只不过有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又找不着罪名 然后就给你用劳教的方式进行迫害 文章讲说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 就在于公安机关不用经过法庭审讯而定罪 尽可将疑犯投入劳教所 实行最高期限为期四年的限制不复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这就是跟这个纳粹希特勒当时的概念 是有类似之处 这都是跟与独裁体制 与共产党并存的同样的东西 那他的目的很简单 超越了司法 不经过任何法庭上 不经过任何证据 只要这个警察认为你有罪 就给你干了 那文章后面呢 他就对这个劳教制度本身呢 做了一个直接的评价 他评价讲说 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具司法的僵尸 文章引述了2007年5年前 中国著名的一些法学家 江平 贺卫芳等人 以及律师 一共有69人 联合起草了一份文件 叫做对劳动教养进行违宪审查 和废止的这么一个声明 那贺卫芳批评 劳教制度本身带有明显的权力特征 多名法学家从03年起 就开始呼吁废除劳教制度 谁拥有权力 警察 派出所所长 分居局长 就可以把他不喜欢的人 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投入到劳教府 这就是最邪恶的地方 维护拥有权力的人 这是独裁体制所配的 因为独裁体制所匹配的东西 就是具体的人拥有绝对的权力 而中国媒体人北风表示 劳教制度岂是想废就能废的 因为今天在华北 在东北很多劳教所 三分之一以上的被劳教人员 是法轮功学员 多的在一半以上 而在南方大多是吸毒的 明码标价所外执行 可以用钱买 最低八千块钱一年 更不用说还是免费劳动力 所以制度后面 有着数以千万计的这种利益链 而被接受采访的这个魏如久 他明确讲支持取消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本身是一个司法的僵尸 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消失了 劳教制度应该被取消被废除 但是在中国想取消这个制度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取消不了就把它司法化 不是公安机关自己来决定 要到法院进行听证 我觉得这就属于瞎掰了 为什么呢 取消不了 为什么取消不了 法律之外的东西为什么取消不了 它配有权利的为什么取消不了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是文化人在现实的利益当中 在替那些拥有权利者的人 在弄遮手帘 在弄屁股帘 本来就是露着钉的事 结果弄一个屁帘挡上 那依然是臭气熏天的 因为它仅仅是个屁帘 针对这件事情呢 很多媒体都有不同的分析了 那我们看到大纪元的分析呢 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是这么说的 中共发布司法改革白皮书 那放出拆分政法委的信号 文章也提到这个本 这件事情本身 他讲说应该是释放出拆分政法委的信号 那周永康掌控自己的权利 与薄熙来等人密谋发动夺权政变 此后不断有消息说政法委将被降格 那政法委书记也将不再进入政治局常委 我觉得呢这个意义就更大 所以废除劳教制度本身的过程呢 这是一个配着套来的 这样配着套来是跟政法委书记直接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它现实的概念呢 从这个这篇文章里是具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很难说一个问题 今天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一个问题你单纯的看 它是一个触及到整体的 正像我们讲说 那这么摔死薄熙来呢 将意味着诸多方面的改变 那半年的时间 经过不同的较量 大家把底牌都亮完了 就像曾庆红推着江泽民 非要说他22号曾经听过戏一样 都到这份上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亮底牌 最后把牌亮出来 谁输谁赢就这么着了 可是薄熙来的事情 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那今天动身你就只能动 你不动也得动 其实我个人看法呢 政法委的存在呢 或者说分拆呢 这是一个过程 包括就像劳教制度被取消 同样是个过程 那几乎就是配着套来的 同样是在10月9号 香港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港府搁置洗脑国民教育科指引 那促局长下台声音并未停 其实局长下不下台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现在的矛头冲向的是梁振英 他上来这么讲 几乎撕裂了香港被止洗脑的德裕 及国民教育科 骚扰了三个多月之后 港府终于决定搁置该国民教育科的课程引导 但不会撤回国教科 这个不会撤回的 他撤回就没法说 就像当时23条似的 23条呢 也是被搁置 那他你说让他撤回23条 他不会这么说那一般是这么讲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表示 搁置指引已经达到了撤科的目标 但会如期于下周三17号举行全港集会 以检讨成果和继续监察 港府虽然拆除了一个政治炸弹 但要求推行国民教育科的教育局长 吴克简下台的声音并未消除 立法会将在17号修会辩论 要求吴引咎下台 割下国民教育科就像当年23条的概念一样 梁振英基本就就说死了 所以不是一个教育局长下台不下台的事 那真正的可能是港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那会不会这样的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三个月里面 反国民教育科的香港人呢 从未有过的团结 从六四开始一直延续到十月份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场面 应该说这意味着中共内部最高层 大的变动已经开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